听到小朋友亲口说痛 不只当父母的 连一般人都觉得不舍 更何况多处瘀青 怎么会出现在一个三岁多 小孩的小小身区 口中说的阿姨 就是全庭后照顾她的保姆 女童手掌被打到肿了一倍 双手臂 手心 双脚 甚至连背部都有瘀青 看了真的好心疼 女童父母离异 爸爸是职业司机 因为工作无法照顾小孩 加上家里只有九十几岁的阿祖 跟行动不便的阿嬷在家 根本没办法照顾 不得已透过脸书发文 找保姆没想到 成了小孩噩梦 女童爸爸从三月初 交给三十八岁的保姆 全天托育 三月十三号一早 小孩到了幼儿园 老师帮忙换尿布的时候 发现女童身上有多处不寻常瘀青 手脚也红肿 连走路都会痛 保姆一开始还变称是走楼梯跌倒 但学校还是将女童送一并通报社会局 警方询问后 没想到保姆还坦诚 夫妻俩都有动手 女童爸爸份额提告 保姆住处没有人在家 台中社会局表示 这名保姆甚至没有居家托育服务登记证书 是违法收拖 将以儿少权法开罚 两人也被移送侦办 TVQ来从罗欣台中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